的胰島素的問題是比較嚴重 兩包麵 我們直接話不多說 直接站上提示器來看一下 20天下來 請上台 今天呢是天母鳳梨索的減肥100天計畫 那這一集呢 因為上禮拜的訓練失敗 我身臟不行了 所以我們這一集 特別想要針對他的飲食習慣 來幫他做一個很好的調整 所以我們這一集特別邀請到了我們的來賓 也就是小麥 那待會呢他會幫 風低所來規劃一系列的 就是飲食上的建議 OK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邀請他們登場 這個是大概什麼時候的 檢查報告 大概兩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 你自己有嚇到這個結果嗎 有一點意外 但又 不這麼意外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我本來就沒有很節制 所以你覺得你這方面你想要有點改善這樣子嗎 對啊 那第一個的話呢是 因為你的 體重比較重 所以你的BMI 就是因為他是用 體重去處於你的身高的平方 問你說你家有沒有任何的 遺傳性的 疾病 慢性疾病之類的 好像是肝病比較多 肝病比較多 OK好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你在肝功能這邊 AST跟LT這部分是跟肝功能指數有關係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個方面比較高的話 其實會跟你平常的作息啊 然後還有你的飲食習慣 甚至是運動這些方面等等會有影響 我們來到了TEMPOLISO的家中 有沒有看到他在我們後面 非常認真的在後面踩的訓練台 因為我們前陣子呢 除了幫他做了身體檢查 還去請了營養師幫他評估之外 這一集呢 就來到了訓練重頭戲 所以這一集我們將 幫他規劃一系列的訓練課表 那第一階段 在最一開始 以他現在 最需要的 就是從低強度的有氧訓練開始 所以我們會請他 就是一個禮拜 在家中 先大約踩 三到四次的 低強度的 就是 時間性的 這種訓練才訓練 那搭配一到兩次的跑步 那逐漸的呢 把他有氧耐力建構好之後 接下來 就可以期待他在後續呢 可能會加入一些像界限訓練的課表 甚至一些比較強度的踩踩訓練 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猜的課表就是 輕鬆騎乘一個小時 不要偷懶不要偷懶 請加油 好 我們就讓他認真訓練 期待 接下來每一天的訓練計劃 記錄給大家 第一個是肝臟的部分 是我覺得目前 你可能坐騎上面要去調整 再來的話呢 飲食的話 我覺得是 跟你的 胰島素的問題是比較嚴重 因為 醫生也有講嘛 就是他有幫你轉介到 糖尿病 對糖尿病科 糖尿病的話呢 其實主要就是跟你的血糖有關 一般來說 學理上我們看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的糖化血色素 他叫HbA1c 那 正常來講的話是4到6左右 那6.7的話已經是有點偏高 他的數值已經接近於糖尿病前期 那假設今天如果沒有把這個數值 往下降下來的話呢 未來很有可能機率會變成 直接已經變成 一般的糖尿病 那你就變成終身要開始吃藥 對 然後再來的話 空腹血糖也是另外一個指標 那正常來說就是 70到100 對上面有寫嘛 那你已經到 126 那126的話其實就是 已經到達前面講的糖尿病前期 所以你其實每個 數值都符合 糖尿病前期的一個診斷標準 對已經在那個上面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變成說 我們要先討論的是呢 就是 糖尿病是怎麼樣深合成的 好那 假設我們今天吃進去一個 食物好了 那血糖會隨著 食物 吃進去之後 血糖會上升跟下降 那這個數值高的原因就是因為你血糖 他會再往上 在上面 他沒有辦法降下來 所以就變成你可能 需要 再 嚴重一點的 就變成是你要靠藥物來把這個東西降下來 那這時候就是吃藥 但你現在目前能做到的是就是你盡量不要讓你的血糖 上升的太快跟下降的太快 那 這樣子的話 飲食上面的建議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先 看你平常吃的那些 然後我們去做一點些微調整 然後讓我們的 GI值你有聽過嗎 GI Joe 不是GI Joe 聽到有人說 高GI可能是像是什麼 麵包類 像是精緻澱粉 或是白飯 這些東西 那像糙米飯 或是五穀米 這種 他的 裡面有澱粉含量比較豐富的話呢 那 他的GI值相對來說就會低一些些 那相對來說 他的營養價值會比較高 這是GI值的 比較低的數 今天 Jerber給我的課表是 跑步30分鐘 最近幾天 這禮拜 就是在家踩訓練台 然後 還有外出汽車 早上起來 就是騎至少 家裡附近20公里 然後現在 今天來 天母 就是 跑一下操場 好 開始吧 好 最近是一直下雨 早上沒下的時候 天氣真的很濕很悶 好熱喔 最近 每禮拜會有一天的晚上 要去上舞蹈課 要去上舞蹈課 那是大爆汗的那種舞蹈課 然後我有準備 你怎麼感覺有點心虛 我昨天吃了三餐 昨天吃了三餐 我會不會吐血 我先不要看 這是早餐嗎 對 早餐 然後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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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叫比斯吉 這是什麼 斯康 斯康 那裡面是 葡萄 葡萄 沒有奶酥 沒有 那這個 這一坨 長得很像 融化起司的 生馬鈴薯 你自己做的嗎 對 然後這是買的 那這是黑咖啡 還是紅茶 黑咖啡 OK 這是早餐 對 好 所以你每天都吃三餐嗎 嗯 這是泡麵嗎 這是 泡麵加蛋加貢丸 這是有蔬菜鮮蝦麵 蔬菜 你跟我說哪裡 哪裡有蔬菜 這有蔥花 你說旁邊的蔬菜嗎 這綠茶 綠茶也算蔬菜是不是 對 這個是有糖的綠 植物萃取的 有糖的綠茶 對 OK 貢丸蛋黃 喔 OK 這是一碗的 兩碗還是兩碗加在一起 兩包麵 兩包麵 對 好 泡菜燒肉 飯糰 OK 這有蔬菜 還有蛋 有蛋沙拉 OK 好 那你這樣吃每天會飽 不太飽 不太飽 你昨天有運動嗎 昨天 有測試一下那個 訓練台 有踩一下 踩一下下雨 大概5分鐘 五分鐘 那就不算了 OK 好 所以平常其實就是 早餐會在家裡吃 然後午餐可能會買 泡麵 家 你覺得蔬菜 就是 現在比較防疫嘛 OK 懶得出門 懶得出門 然後 現在早上起來 第一餐 還是 按照營養師的建議 就是吃健康一點的DGI飲食 像 是煮了 半顆地瓜的地瓜糖 然後 還有水煮蛋 還有 黑咖啡 然後最主要是 越建議原型的食物 應該就是會越健康 不會那麼僅致 然後吸收 跟血糖 也不會一下衝得那麼高 所以我決定 就是這樣子 才能 不會讓我的 糖尿病狀況變得嚴重 OK我們先來看一下你的早餐好了 就目前早餐的問題是 我們用食物來看 因為目前你要注意的是糖類的 第一個是糖類的量 總量 第二個是糖類的 種類 這兩個 好那種量的話呢 這個絲糠 裡面有 他 烹調方式就是用一些些的 呃 麵粉啊什麼什麼 然後加一些什麼酥皮類 我是沒煮過 沒做過但是 糕餅類就是類似 反正他就是把糖跟 油 然後還有一些麵粉類的東西 加在一起去弄 那裡面可能還加了一點點的葡萄乾 那葡萄乾他也是算 加了糖去弄 把葡萄弄成 一個乾這樣子 所以 相對來說這個糖 裡面的量就蠻高的 你自己吃完有沒有感覺比較甜 還是還好 蠻甜的 蠻甜的 蠻舒服的 對啊 蠻舒服 對啊 好啊這個馬鈴薯是平常就是都會這樣子吃嗎 有時候會變紅蘿蔔 有時候變紅蘿蔔 然後加起司 喔 OK 如果是紅蘿蔔加起司 我覺得蠻OK的 因為 你目前的話我先講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 睡覺 睡了八個小時 然後起來 我們是不是身體空腹很久 所以那時候我們起來的時候我們血糖其實是在身體最低的時候 那假設你 因為等於說你有點算是 半進食的狀態 那我們在進食過後我們吃的那一個 瞬間 他會瞬間身體會知道說 喔我主人開始給我吃東西了 所以我要瞬間的讓我的血糖飆上去 因為我現在是在底點嘛 所以我要趕快 獲取這些能量 他就會瘋狂吸收 然後讓我們的血糖飆上去 所以假設你這時候再去吃這些精緻澱粉的話 會讓你的胰島素分泌的比起平常更多一些些 對所以 相對來說我們再給糖尿病患者 那我們現在就 你現在不是糖尿病那我就把你當作是那樣子 建議跟你說 對算是 算一半 好 所以你有時候早上在吃的時候你可以選擇一些 譬如說像是 馬鈴薯的話很OK 你這樣吃可以 但我們這個避開 然後我們可以補一個蛋白質 對譬如說一顆蛋 OK嗎 可是聽你這樣講 這樣很可怕 我有時候第一餐 是長這樣 這邊幾樓我跳一下 第一餐長這樣 還有別的選擇 所以這樣是不是很高 很高因為這個是 就是它是精緻的麵 然後是油炸過的 然後你再去煮 所以煮完之後 它會讓 也是讓你的覺愛值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這個跟這個比 你就選一個吃 那如果你今天要吃這個的話呢 拜託第一口 不要是碰到它 先去碰油脂類 或者是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有準備蛋的話 你就可以先吃蛋 像這樣子 就是先讓你 肚子裡面有一點東西 然後所以你在吃糖類的時候 就不會讓其他上升的這麼快 像這樣子 OK嗎 好 或者是你如果 買外送啊 你可能點個蛋餅也是可以的 對因為蛋餅裡面它會 加了蛋嘛 所以變成是兩個一起吃 它不會是只有 一個這樣子 所以你要吃這樣 你就是一口接 一口別的 所以第一口也有 第一口有學問 當然有學問 對 你要先避開這些食物 那 假設你今天是很容易餓的話 你可以先 用食物的順序去決定 比如說你可以先吃蛋白質 然後再吃菜 然後你再吃澱粉 這樣子也可以 好那午餐的話呢 平常除了 這樣子的東西 還會有別的嗎 便當啦 便當 就是有菜 有 有飯 然後飯可能沒有 可能就一碗這樣 一碗 對 好那有時候你會不會看到 就是它的飯可能是五穀飯或是超米飯之類的 我都不會想要吃 你都不會想 你比較想要 你比較喜歡吃白飯 好那如果你今天外食是吃超香的話 這個可以吃 好那你要再配 菜 對就不能都是 對你不能全部都是澱粉 你盡量要選擇就是什麼都有 那澱粉糖類跟蛋白質這三大類 要平均分配 所以 如果你今天吃這個的話 那你可以選這個或是這個 選一個 然後你可以再搭 一顆蛋或兩顆蛋 或是你可以現在選很多 很方便啊像雞胸肉啊 也OK 然後生菜沙拉也很好 對這樣子配 啊記得一定要喝水 OK嗎 好已經來到了20天算是我們第一次檢驗成果的時候了 因為其實距離開始減肥計畫到現在已經過了 兩個10天就是20天 五分之一完成了 你最近訓練我看 回報的這個成績啊 算是還蠻認真的 但 這些有時候數據都是騙人的 我們直接話不多說 直接站上體質機來看一下 20天下來你的成果如何 請上台 來看來看 這邊已經連上了喔 為什麼 好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這20天以來訓練過程 這20天你飲食上有什麼特別控制嗎 就是一身有 叮嘱就是 吃6分飽就好 OK所以飲食上其實有大幅減量 我到 差不多6點之後就 幾乎不敢吃東西了 那你覺得身體上有什麼變化嗎 就是吃了變少之後 剛開始幾天 會覺得真的餓到受不了 然後過了幾天我覺得就 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就 多喝一點水 稍微適應了 然後就覺得 又爆 趕快去 休息後做事轉移注意力 那以訓練來講我覺得也算是 還在你的 負荷 區間裡面 一開始也沒有讓你太多的負擔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在一開始啊 在剛開始的時候是 90.7公斤 90.7公斤是我們這個企劃開始的第一天 就是你最一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10天的時候 你的成績 已經是 來到了 5月17號 89.25 就是過了10天 90.7-89.25 等於你扣了1.5公斤左右 那這是第1個10天的變化 接下來已經到了今天是第2個10天 就是20天了 我們今天的體重 竟然來到了 88.6 這是創的新低嗎 大概是 這幾年的新低 這幾年所以你已經維持 9字頭已經一段時間了 我最厲害有到96 哇塞 所以88.7 88.6是 20天以來的紀錄 那以我們現在這樣的進度啊 20天減了2公斤左右 算是有在我們的預期目標啦 因為希望你可以10天 減1公斤左右 不要太劇烈的突然下降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後續的計劃 可能會在 訓練量上面可以慢慢的 逐漸提升 因為最近都下雨 所以只能讓你在家踩訓練台 對啊 所以接下來 可以期待一下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20天 體重上有什麼變化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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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瑋剛走 我跟你講啦 哲瑋在的時候才會運動 啊有要回船的時候 我才會真的 表現出 好像很辛苦的樣子 其實 平常就少吃一點就好啦 等一下來去吃個燒肉 快受不了 好想念那個烤肉味道 嗯 喔 對了 再繼續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搞什麼啊 到底在幹嘛 在搞什麼 沒救了 老虎 土 在這裡 你 我也不會 有 是 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